這個是反傾銷 因為這個也是關稅 它關稅的話 它對它自己 你看它關稅的話 它從3.5一直到 美國比它重了 一直到50%不等 那這個就是 針對本以錫 我們兩岸它有ECFA 兩岸的經濟互助架構協議 這個裡面就講了 列了那麼多的這些清單 2500多項 那這個是 我們本以錫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 因為上次還包括 這個滑油之類的 這油產品也是 它也是列入裡面的 課稅的清單 那對中國大陸來看 它有時候對它的貿易 會有一些保護措施 你萬一大量賣給它 那它裡面怎麼樣 這個市場就被佔去了 那張之隆 如果說我們在網上來看 因為這裡面有講到一個 以五讀 那說到了除了在 這個反傾銷之外 最近美國不是常常 大聲旗鼓的 對我們對台軍售 這算不算以五讀 那這個 因為有的時候要看 這個實際上的需要 因為其實美國在這一方面 美國在這方面 它按照的是 我們叫做台灣關係法 它對中國大陸是 是一中三公報 上海公報 八一七公報 還有建交公報 那對台灣的話是 台灣關係法跟六項保證 是這樣來做 那美國它賣的這些武器清單 它可能對中國大陸 它要 對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壓力 或者是外交上的 這些 我們講到它的表述 中國大陸你看 往往就會在這方面 有強硬的表態 有時候會有這個樣子 但是問題是 那美國是按照它的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來做 那現在的話這個是 剛才講到的 中國的這個商務部 所提到的 那這個是我們講到 這是經濟 有時候會有經濟戰 對 那經濟戰貿易戰 那是跟 主要對象是美國 那雖然台灣的話 有的台灣的話 有時候在一些政治上 我們看有時候在政治的 政策上的時候 有一些 我們叫 是有一些強硬的狀況 會有一些不對盤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 在ECFA就會 有一些項目 我們可以知道 原來的鳳梨 世家 蓮霧 甚至到後面的 我們可以知道 包括魚類 就是我們講到 我們那個 很多招 對 那個魚類 就是水產 海產品 尤其對於日本 對 它會有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所講到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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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鯛魚等等 它都會有一些限制 那這個是它經濟的一個 一個模式 那經濟模式 我認為這樣子 大家互通有 兩岸這一方面 因為 台商台貿在大陸上 也有相對的投資 那麼多 是這樣 對大陸的經濟的發展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明顯的貢獻 但是 台灣也依賴大陸的市場 這個 台灣在 這個南向偵測的效果 是相對有限的 所以在中國大陸上 它一直在貿易順差 對 在前年的時候 1650多億 那現在是 去年 2023年 1300億美元 我們講美元 就是你要乘以 如果你要換上人民幣也好 換上新台幣也好 這個金額都是蠻 我們講的 都是最大的 占台灣百分之 就是三分之一 百分之33到38不等 那你這樣的話 會不會台灣太依賴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現在同樣的 你本以期 我們一直想說要分散風險 但台灣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有限 它還是非常依賴大陸市場 造成這一方面的話 依賴度高 受控性就 對 別人 你受控性就強了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認為在這一方面 台灣在這邊要做調整 因為從蘇陸海 跟南海 在巴拉旺島南邊的話 就是巴拉巴克海峽 對 裡面是蘇陸海 外面是南海 是這樣子 那中國大陸的這個 105的這個大區 在那邊出沒 我認為有兩個頁 對 大連號有兩個含義 第一個威律巡航 因為在 我們講到在這個仁愛礁 馬德雷山號 那個地方它運輔 今天要做一個威律巡航 做一個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戰略 戰力展示 就是他們通過那個地方 而且那個地方一般來講 沒有特別的時候 一般來講巴拉巴克海峽 它平常不進入蘇陸海的 你平常穿越那個 要幹嘛 你往北邊就是走 九八四海峽了 比較寬過的水域 你幹嘛繞這麼遠 對對對 你就可以這樣 你走那邊就可以了 為什麼走下面呢 我做很清楚 做個威力巡航 第二個 它掌握周邊的海域 周邊的海域 有沒有菲律賓的海軍 在那邊做撤印 在那邊對 這個仁愛礁 這方面的動作 它是不是有 戰術上的資源 這個時候 這個 夭動武的大連號的 這個萬噸大區 過去在那邊做 一個海域偵查 海域 把附近的所有的 包含蘇陸海 包含 南海的東側 就是巴拉旺島 跟這個大馬之間的 這一個海峽 掌握了一清二楚 所以一個就是威力展示 另外一個 海上的禽收 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 夭動武大區 它不是光是 它垂直發射系統 它的對空搜索雷達 跟對海說來是它的強項 而且這附近 是不是有美軍基地 有美軍基地 所以是來看什麼 巴拉旺島 就有美軍基地在那邊 所以它也在那邊經過 也在那邊經過 巴拉旺島的南端 在那個 巴拉巴克海峽 簡單來說 從美國的駐軍家門口經過 經過 那個 美國的有時候航空母艦 你包含了 雷根號航空母艦 有時候是 卡爾文森 航空母艦 有的時候是 羅斯瓦號航母艦 都會穿越 巴拉巴克海峽 就從這裡走 從這邊進去 因為它如果是走北邊 從巴士海 呂仲島北邊 巴士海通過 如果從巴拉旺島的 巴拉巴克海峽的話 進入蘇陸海 然後東出菲律賓海 是這樣 這個很方便 看它出哪一個 但是大部分它都走 廣闊的水域 因為 航母打擊群 不是光航空母艦而已 他們旁邊有 神盾艦 還有飛彈巡洋艦 還有護衛帶復衛艦 還有一個中和油彈補級艦 它這個打擊群是相當龐大的 而且下面會有一到三艘 不等 大概保持一艘的潛艦在下面做 水下的掃蕩 是這個樣子 那中國大陸很少 進出巴拉巴克海峽 那這一次的話 是因為要對馬德雷三號 執行海警三號令 在這方面有動作 會有一些緊張 會有一些可能 軟性的衝突 後來說我們也知道那些 包含巴巴的 這個 這個自動步槍 還有那個 對菲律賓上面的 這海豹的突擊隊 特戰兵 突擊隊隊員做一個 舉提 嚴重威責 就是這樣子 那剛才的影片 我們看到是晚上夜暗 其實他真正的行動開始的是 早上凌晨佛曉 4點43分開始 那時候要破曉 因為 他晚上做運補 到那邊就剛好天亮 菲律賓是這樣算到的 那中國大陸已經掌握了 你看中國大陸用什麼 因為晚上的時候 沒有辦法電子光學 他就用 紅外線感應 就是熱顯像已經就出來了 你看他是晚上 晚上的話 你除非打探照燈 但探照燈它有一定的距離 你遠一點就看不到 那同樣的 但是熱顯像已經不一樣 他就可以 他可以不要打探照燈了 就可以看到 相關的 這種 裡面的 相關的動作 菲律賓的動作如何 放軍再釋放一個消息 就是你在做什麼 我都看得到 就算現在天黑了 而且他的 你注意看 他不是光只是平面的收證 他也立體收證 包含無人機在上面 他無人機在上面做收證 就變成立體收證 而且無人機可近可遠 可高可低 所以菲律賓沒辦法賴 因為菲律賓如果說 你是不是中國大陸有動武 或者是有拿這個 相關的這種武器 在那邊做 那我收證看得很清楚 沒錯 到底誰有 馬上可以還原 對馬上可以還原 非常的清楚的 這個沒辦法 所以中國大陸是有計畫 有節奏 有掌握 然後各種的狀況 他都有預先的推演 對 這個是不是這個039C 我認為不重要 因為039C具有這個能力 對 039C的特性就是說 它絕氣進氣系統 噪音值非常的低 第二個 它的非常流線型 你看它好圓滾滾的 非常流線型 它的這個我們所講的 摩擦噪音就很低 因為你很流線 你如果摩擦噪音就低的話 我們家潛艦就是我講的聲納 聽聲音 噪音值 你聲音 如果你的聲音 跟外面的海浪 風 海風 比起來是一樣的 那你的背景噪音值 是非常的低 就很難發現 因為它又是絕氣 噪音值是更低 因為我們知道 你羅賢講的那個財電 轟轟轟轟轟的 那聲音很大 可能會被偵測到 它第一個聲納系統 第二個磁性偵測儀 因為潛艦它畢竟是 我們知道它是鋼壳 鐵做的鋼 鋼做的話 你很容易就被 合成鋼 你很容易就被偵測到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認為 這個09C 它是彩電艦 它是2000 大概2300公噸 2300公噸的這種 它有六個魚雷發射管 那你今天發射這個魚雷 把這個074型的 這個兩棲登陸艦 800噸 它不大 800噸 但是這個魚雷 它能夠鎖定它的螺旋槳 而且我們知道魚雷 都是重型魚雷 現在只要是去 你平常飛彈的時候 畢竟飛彈在空中飛 它的彈頭的重量 沒那麼重 但是一般來講 這個重型魚雷 它的彈頭 往往是800公斤 到一公噸不登 那你看 那一炸的時候 整個船都彈起來了 對 所以被魚雷炸 炸到是不得了的事情 跟那個 有時候比水雷還要強 水雷它有時候是智慧於水雷 但是我們講魚雷 它就針對螺旋槳就過去了 你看它炸到船尾 它浪起來是在船尾 對 把整個那個船都掀開了 是這樣 而且它是兩枚 所以你看它 它爆炸的時候是兩個水柱 砰砰這樣子兩個水柱 變成雙重 威力是很大 就是要它致命的要害 那它今天的話 要做個驗證 那驗證的話 我們有時候 有靜態驗的跟動態驗證 它實施動態驗證 就是說 這一個074的 它會跑 對 因為跑 跟靜的 呆著就是撞了 它在跑當中 一樣可以命中 就是它的導引系統 跟鎖定系統 是很精密的 你跑 我跟著你動 對 我跟著你修正 我跟著你修正 你把它修正 動態嘛 這動態摧毀 比靜態摧毀難 我們一看演習的時候 那個報廢的船 因為它報廢了 就放在海上了 那很容易就被吹 它是靜態在那邊 它動也不動 但是它這個是動態摧毀 不一樣 動態摧毀的 相對於難度高 而且它是重磅 然後是不是0397 我認為你可以 假設是0397 來發射這個魚雷 也不是0397 道理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0397 不是光只是發射魚雷 它還可以發射 殷級8兩的反艦飛彈 這殷級8兩反艦飛彈 它可以對進程的目標 40公里以內 它刺音速攻擊 它刺音速 就殷級8兩發射出去 從潛射一出來之後 變成略海飛行 對著目標就過去了 40公里的 它的攻擊範圍 40公里之內 換句話說 今天的0397 不是光只是魚雷而已 也不要忘了 它的這個 潛射式的反艦飛彈 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它的戰力的話 不是只是平面水下 也包括空中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 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快點購618 狂歡年終慶 超啥優惠等你來拿 全場購物最高 想10%回饋 還可用100元 加購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趕快加入搶購行列 並輸入推薦碼 想更多折扣喔 Cook